大家好,我是小胤 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你用过爱捷浏览器吗? 你最喜欢哪款浏览器? 如果谷歌Chrome是你的首选 那么你一定会对爱捷产生兴趣 爱捷浏览器不仅能扩展几乎所有Chrome的功能 在兼容性方面表现也非常出色 而且爱捷与Windows操作系统深度集成 相比Chrome,它对内层的占用更少 今天,我将详细介绍爱捷浏览器的设置和功能 看看它能否成为你日常上网的最佳选择 过去,微软的IE浏览器由于启动速度慢 电容性差,平凡崩溃等问题 逐渐失去了用户的青睐 许多人转向了谷歌Chrome浏览器 Chrome启动快,技能稳定,支持多种扩展程序 提供了更好的搜索和浏览体验 作为IE浏览器的替代品 2019年,微软推出了新版的爱捷浏览器 它采用了和Chrome浏览器相同的底层技术 不仅兼容所有现代网站 还能安装Chrome扩展程序 有着和Chrome相似的使用体验 好了,介绍完爱捷浏览器的基本情况 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设置和优化它 让它像Chrome一样搜索内容质量高 优化后,它的速度和流畅度甚至会更胜一筹 爱捷浏览器默认的新标签页非常杂乱 里面包含了很多链接 购物平台和新闻资讯等 非常干扰视线 而且加载这些内容也会影响浏览器的启动速度 我们先把网站导航这块清除掉 点击页面右上角 设置图标 在网站导航区域下拉 选择关闭 再把下面这些新闻 天气 股票等信息关闭 还是点击设置 你可以通过内容设置 单独关闭某个分类的推荐 或者通过通知设置 关闭右上角的消息通知 如果你不想接受任何推送信息 直接关闭显示信息提要开关 这两块区域的内容就都被关闭了 界面看起来更加简洁 如果你喜欢这种简洁的布局 但又觉得看看新闻资讯也不错 还可以选择标题模式展示 它会把新闻内容隐藏 只在界面底部显示资讯分类 向下滑即可查看完整内容 我平时习惯把这些信息全部关闭 诸索框下面的这行链接中包含了推广链接和快速链接 推广链接主要展示一些与微软合作的各类广告客户的推广内容 我们在设置中把它关闭掉 只留快速链接 快速链接会展示我们经常访问的网页链接 我们也可以点击加号 把我们常用的网站添加进去 比如我经常访问哔哩哔哩,Youtube 那我就把这两个网站添加进来 给链接命名 输入哔哩哔哩的网站地址 再把Youtube也添加进来 下次我们打开浏览器 点击快捷链接就能直接进入网站 不必每次都输入网址或从收藏夹中查找 点击链接,默认会打开一个新标签页 如果你希望它直接在当前页打开 在设置中把在新选项卡中打开关闭 点击链接,就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标签页啦 这个设置只对这些快速链接有效 其他网页的链接不会受影响 添加快捷链接后 我们还需要点击链接右上角三个点 选择固定制页面 如果不固定 当你一段时间内不访问这个网站时 Youtube可能会将这些链接 替换成你近期访问的其他网站 固定后 就算你长时间不点击 也会一直显示在这里 如果某个快捷链接你很少访问了 点击快捷链接右上角三个点 卷择删除就能将它从新标签页中移除 减少视觉干扰 如果你需要添加的常用网站非常多 一行放不下 可以在设置中把快速链接设置成两行 超速速量的链接就会自动显示在下一行 如果你希望获得一个极简的浏览器主页 也可以选择关闭快速链接 把这些链接全部移除掉 天气信息需要不断更新 而且为了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 浏览器需要反映你的位置信息 关闭天气显示后 可以减少浏览器的资源消耗和位置数据的共享 艾姐提供了非常多的背景图片和视频 并且每天都会自动更新不同的背景 选择本地图像 还可以将自己正常的图片上传 并设置为新标签页的背景 如果你觉得这种风格不够个性 选择自定义主题 可以在设置中调整浏览器的整体外观和主题 让它更符合你的个人风格 比如把整体颜色调成深色 或者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浏览器主题 如果你希望浏览器界面更简洁 加载更快 建议在设置中关闭标签页的背景图片 这样可以略微减少电脑资源的消耗 说完视觉优化 我们再来看看搜索 也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搜索框 或者上面这个地址栏 入入想要搜索内容的关键词时 它会使用哪个搜索引擎 点击地址栏后面的三个点 设置 在左边菜单列表中选择隐私 搜索和服务 然后把内容页拉到最底部 找到地址栏和搜索 在这里可以修改上面地址栏中使用的搜索引擎 爱戟默认使用的是B 我们可以把它修改成百度 Dogo 360 谷歌或神马 这里面谷歌引擎搜索的结果最精准 而Bean在搜索图片方面表现最突出 在搜索信息方面也只是略逊于谷歌 其他引擎搜索结果远不及谷歌和Bean 所以不推荐使用 比如同样搜索Portplay视频播放器 使用百度搜索 方便了一整页都没有找到 而使用谷歌 第一个显示的就是Portplay的官网地址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 如果改成了谷歌搜索引擎 那我搜索图片怎么办 不用担心 点击新标签页 这个搜索框依然使用的是Bean搜索引擎 我们可以在搜索图片的时候使用搜索框 而查找资料的时候选择在地址栏中搜索 这样你就能同时利用两种搜索引擎的优势啦 在日常使用中 爱己会收集我们的行为数据 并且根据浏览习惯推送相关广告 大量的浏览数据会占用存储空间 影响性能 还可能暴露隐私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设置 隐私搜索和服务 把这个个性化广告推荐关闭掉 继续向下滚动 找到A级购物选项 这项服务可以帮助我们在购物的时候 查找优惠券 底价和查看价格历史 比如我想购买一款手机 打开亚马逊 入入关键词 浏览商品 地址栏后面就会出现一个蓝色标签 点击标签 它会给我们比较不同店铺的商品价格 以及商品的历史价格 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购物决策 如果你不使用亚马逊这些国际电商平台购物 或者你不希望浏览器收集和分析你的购物数据 可以选择关闭这项服务 当你浏览网页时 爱籍会分析页面内容 并且根据你的浏览历史和兴趣 推荐相关内容和信息 关闭通知 可以减少浏览器的后台活动 提高整体性能和响应速度 同时更好的保护隐私 点击左边菜单栏中的系统和性能 找到系统设置中的这个选项 它会允许浏览器在关闭后继续在后台执行任务 关闭这项功能 可以防止浏览器在退出后继续收集数据 提升系统性能并保护隐私 如果你经常同时打开很多网页 建议把效率模式打开 30分钟内未使用的标签页 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 减少资源消耗 这样不仅提高了浏览器的响应速度 还能大大降低内存和CPU的使用率 虽然Chrome也有类似的功能 但爱籍在这方面表现更出色 如果你发现电脑运行不流畅 浏览器加载网页也很慢 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更多工具 然后打开浏览器任务管理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每个打开的网页标签 占用了多少内存和CPU 找到导致卡顿的网页标签 选择它 点击结束进程就可以把它关闭 如果标签太多 很难快速找到想要查看的网页 在标签栏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打开垂直标签页 标签栏就会移到屏幕左边垂直显示 点击标签列表顶部的箭头 还能把垂直标签折叠起来 节省更多空间 点击固定窗格按钮取消折叠 在标签列表栏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闭垂直标签页 即可恢复成顶部展现形式 测栏中的一些功能 会消耗额外的系统资源 如果你不经常使用这些功能 可以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设置 找到左边测栏中的测栏 关闭始终显示边栏 让界面看起来更加干净 这个选项是收集和分析 我们的浏览数据 根据我们的兴趣和浏览习惯 在测栏推荐相关资讯 这个是发送测栏中应用的相关通知 我们把它都关闭掉 这样可以减少这些资源的占用 点击右边菜单栏中的外观 然后往下找到工具栏上显示的按钮 这里可以自定义上方工具栏中显示的按钮 比如我把历史记录打开 上方就会出现查看历史记录的入口 我们可以把不经常使用的功能都关闭掉 关闭后 点击更多 在列表中也能找到这个功能的入口 这里面有很多功能都是非常实用的 比如这个截图功能 你可以选择补货区域或补货整页 补货区域允许你选择特定的部分进行截图 而补货整页 则会截取整个网页 截图完成后 你可以使用内置的编辑工具 对截图进行标注 完成编辑后 你可以直接复制图片 或保存到本地文件夹 A级的分屏功能 允许你在一个浏览器窗口 同时显示多个网页 如果你需要同时查看两个不同的网站 或边看视频边做笔记 使用分屏就非常方便 再点击一下分屏按钮 就能退出分屏 在标签栏显示两个网址 这个添加集锦功能也非常好用 比如你正在计划一次旅行 浏览了各种旅游攻略和景点介绍 可以把所有有用的信息 都添加到集锦中 操作非常简单 比如我创建了一个酒店的集锦 打开想要添加的网页 然后在相应的集锦上点加号即可 创建多个集锦 还可以把酒店推荐 景点介绍和美食攻略 分别放到不同的集锦中 这样你的旅行计划一目了然 随时可以查看和调整 在集锦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全部打开 就能自动打开这个集锦中的所有网页 如果你是在家里用电脑查的供列资料 不用担心 在电脑上登录你的Microsoft的账号 这些收藏都会保存到你的账号中 用手机打开AGE浏览器 登录同一个账号 这些集锦也会同步到手机上 如果你换了新电脑 只要登录AGE 它就能自动把这台电脑上的AGE数据 同步到其他设备上 包括收藏夹 设置 密码 历史记录等 都会保持熟悉的味道 除了这些AGE还有隐藏的实验功能 在地址栏中输入这个路径 这里就会列出一些正在测试中的新功能 在输入框中输入功能名称关键词 这里会列出相关的功能设置 这个是并行下载功能 选择激活 然后再点击重启 激活后可以提高文件下载速度 比如你需要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正常情况下会使用一个链接与服务器通信 一次性下载这个大文件 速度会比较慢 启动并行下载后 文件会被分成多个小块 例如一个1G的文件可以被分割成8个128兆的文件块 与服务器建立多个链接 同时下载这些分割后的文件 所有文件块下载完成后 浏览器会将这些块再合并成一个完整的文件 下载速度瞬间提高好几倍 当你发现某些网页加载速度很慢时 很可能是因为有高资源消耗的广告 我们在功能列表中 找到屏蔽高资源消耗广告选项 设置为激活 A级会自动检测那些占用大量CPU 内存或带框的广告 并进行屏蔽 提高网页加载速度 A级内置了强大的PDF阅读器 并且提供了很多使用的辅助功能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给内容做标注 突出显示重点内容 点击保存 就能把修改后的文件保存到本地 遇到不懂的文字 还可以直接进行翻译 如果你正在阅读一个有用的研究报告 内容旁边有很多功能和其他无光的内容 有的甚至会时不时在页面上弹出一个广告 非常影响阅读体验 点击阅读模式图标 或按键盘上的F9键 就可以进入阅读模式 进入沉浸时阅读器后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简洁的页面 只显示文章的主要内容 没有广告和其他干扰 如果你想在午休的时候听听小说 点击这个文字难读图标 就可以边睡觉边听小说啦 科研必备 10个实用的学术网站资源 本文精心筛选 并会编了10个实用的学术网站资源 在设置中找到辅助功能 然后滚动到页面最下方 点击了解快捷方式 这里会列出所有浏览器的快捷操作功能 有Windows的 也有Micode 比如按住快捷键Country加T 你可以快捷打开新标签页 按住Country加W 关闭标签页 如果你发现关错了 按住Country加Safe加T 就能恢复刚刚不小心关闭的网页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助你更好的使用爱解浏览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